这个活又是个麻烦事 一般的师傅估计都不会修 这个是老款的 太阳能上水阀 阀心滴水 应该是里面的皮圈坏了 不知道汪师傅今天用起怎么样 能不能给它修好 先给它这个阀心 外面这个给它拆下来 也不知道这个叫什么名字 先就搬手拧生动 然后给它拧下来 然后就可以露出阀心了 看看这里面是一个铜阀心 这个外圈应该是密封圈坏了 现在正在渗水 今天这个活呢还真不知道 能不能修好 因为我以为它是那种新款的 它这个是老款的 瞧瞧看吧 先用扳手 给这个阀心拆下来 哎呦这个铜的还是好 扳手稍微一理 这个阀心就生动了 这个太阳能里面还有好多水 这里面的水流下来还是温的 估计热水还在上面 还没下来 我们需要给这个太阳能里面的水 全部放完 这个阀心才能拆下来 我们先给它阀心给它拧生动 让它不停的流水 给太阳能里面的水给它流掉 现在的水有点热了 我们给它阀心关掉 然后现在给洗脸池的热水给它开开 然后给花洒的水也给它开开 然后我们现在给它水放完 然后再给这个阀心拆下来 再进行维修 这边的一个阀 水关不掉 应该管不了它 我们现在等一会 很热水出来 再给水放大一点 让它多流一会 那就是水 好 现在这个水流了半个小时了 现在太阳能里面不出水了 我们先用手给它拧一下 这个阀心好烫 差点给我烫了 看 现在水已经没了 因为这个阀心刚刚放了热水 阀心好烫 我们现在在包里面找一个建水前 然后给它阀心给它夹出来 你直接用手拿 肯定等下给手都烫个泡 好 现在这个阀心就可以拿下来了 就是这个阀心 应该是密封的防水皮圈坏了 我们今天看看能不能修好 观察一下 好几个密封圈都老化了 这个都十几年的阀心 像这个阀心 像临时买还不好买 估计网上有买 但是也不知道什么型号 我今天想办法给它拆件 给它修一下 先给这个开关阀的这个地方 有个卡扣给它拽下来 然后这个防水皮圈你看都老化了 然后里面的陶瓷阀心 我们也给它取出来啊 轻轻的 别给阀心搞坏了 有可能还能用得上 然后下面呢 这个柱子就可以拆下来了啊 我们给它往上顶 好看 这个柱子就拆下来了 我估计漏水的地方就是中间这个有两个防水皮圈 已经时间长了老化了导致漏水 我们今天的想办法给这个两根防水皮圈给它换掉 然后防水皮圈在哪里来呢 就是在我手上这个小阀上 把它拆下来 这个阀心呢 我上次修过啊 上面的配件也是从这个三脚阀上拆下来的 这两个型号基本上差不多 但是呢 直接装是肯定装不了 必须给这个脚阀上面的配件 给它拆下来 装到这个漏水的阀心上 才行 我们现在用扳手 给这个脚阀里面的阀心 给它拆下来 看 现在拆下来了啊 看这个阀体基本上差不多 然后我们现在给这个防水皮圈 这个是一个 看这个皮圈跟老的皮圈基本上一模一样大 看简直就一模一样 然后我们现在给这个脚阀里面的 陶瓷阀心拆下来啊 这个阀心和老的阀心稍微比划一下 直径也一样 哎 非常完美啊 我估计这个 阀心应该能修得好 然后呢 现在呢 我们这个一个卡扣和老阀心一样 我们给它扣下来 然后给了个开关的柱子 给它拆下来 好 然后看到没有 里面有两个防水皮圈 然后我们现在呢 就要给这个 旧的这个开关这个阀这个地方 这个防水皮圈 给它拆下来啊 哟 这个外面的这个你看 稍微弄了一下 这个防水皮圈就烂了 然后我们给这个里面的这个防水皮圈 它这个有两个防水皮圈啊 给这个防水皮圈 你给它拆下来 我们尽量不要拆坏 防止啊 那个新的皮圈对不上啊 但是实在拆坏了 也没办法 我们我现在呢 是用螺丝刀给这个旧的皮圈 给它撬个祸口 然后再给它拽下来 这个小皮圈还不好拆 搞了半天了 看用螺丝刀撬 也撬不开 我看只能用指甲给它扣一下 等一下行不行啊 先用螺丝刀撬一下 好 撬了个缝 然后用手给它转过来 好 现在已经差不多了啊 已经转到第二个 刚刚那个防水皮圈那里了啊 我们现在再用指甲给它扣出来 这 再用多时刀撬一下 好 好 现在这个防水皮圈啊 旧的防水皮圈就拆下来了 然后给拆下来的配件放在旁边 然后下一步呢 我们需要给这个三角阀上面呢 这个两颗皮圈 从这个调节阀上给它拆下来 这个皮圈是新的 应该不容易坏 但是我们拆的时候也要注意 尽量别给它弄坏了 这个防水皮圈还真的不太好拆 哦 还不错啊 已经拆快拆出下来拆下了一个了 然后我们给脚阀上拆下来的防水皮圈 给它放到太阳能上水阀的这个防水皮圈的凹槽上面 然后我们给这个防水皮圈给它推到里面一个防水槽里面啊 看这个就装好了啊 新的 其实漏水应该就是这个防水皮圈老化了 抹磨平了 导致密封不好漏水啊 我们尽量给防水皮圈套平整了 不能歪了不能斜了 斜了就走得近 它就不起密封作用 然后还有个密封圈 我们曾给它呈脚划上再给它拆下来 这个用指甲抠还真不好抠 我的指甲前两天给它剪了 没有指甲了 慢一点啊 好 现在给它硬拽出来 先给它抠出来 我的乖 这个要有耐心 千万别给皮圈搞坏了 如果给皮圈搞坏了 又要重新拆一个新的三角阀 干活要注意啊 一定要小心 有点耐心 不要急 好 这个皮圈也拆下来了 然后这个呢 调节柱上有个白白的啊 垫片啊 然后这个脚划上也有一个 我们比划一下大小 感觉还是给旧的装上去吧 怕新的好像跟这个 老的不复合 但是这个皮圈是塑料的啊 不太老化 不容易老化 我们还给它保留了吧 就不换了 然后我们给在脚划上拆下来的新的防水皮圈啊 再给它装到这个 老的太阳能上水阀这个调节柱上面 直接推进去 推到那个防水槽上面 然后给皮圈 给它调平整 让它别打弯了 打弯了 它的直径就变细了 就不起密封作用了 好 我们现在呢 这个皮圈装好了 我们给这个调节阀装到这个旧的太阳能阀心这个阀体上 然后给这个杆子慢慢的转啊 给这个皮圈转到密封的位置啊 然后看看现在转到位置了啊 然后给那个 这有个卡簧给它卡上去 我们还是用旧的吧 我怕新的跟它有点不匹配 好 我们给这个卡簧卡上去 然后这个调节柱和这个阀心的阀体就拆不下来了 然后下一步呢 怎么弄呢 下一步呢 我们就给这个阀心撞上去 我准备呢 用这个新的陶瓷阀心 这个新的阀心 陶瓷阀心呢 就是在脚阀上拆下来的啊 因为旧的呢 它用的时间长了 怕有磨损 容易漏水 然后我们给这个新的陶瓷阀心 装到旧的太阳能这个阀心阀体里面啊 然后用尖嘴前给它调整一下 让它别歪了啊 那个新的陶瓷阀心里面油还在 老的里面没有油了 新的阀心装进去还挺灵活的 然后这个防水皮圈呢 是脚阀上面是新的 我们肯定用新的 因为旧的已经老化了 变薄了啊 好 这个阀心 这样就装好了啊 组装好了 知乎们 你们觉得这样组装的拼装的这个阀心行不行 我觉得可以啊 因为我上次修过也非常成功 然后我们现在呢 给这个修好的这个阀心 给它装到这个墙上的太阳能上水阀的阀体上 我们给它对种丝牙 用手拧几圈 直到手拧不动 然后再用扳手 给这个阀心拧个八九分几就可以了啊 也不要拧得太死 好 这个阀心拧减以后 就可以给楼下的水表箱的总阀给它打开了啊 开个水看看 手机带着 手机带着 老板让老板娘下去开水表的总阀了 然后我顺便再给这个阀心稍微再剪一下 好 现在就等待上水了啊 好 现在水来了 我们开一下阀啊 也可以上水 也可以关闭 但是今天外面的太阳特别大 不能上水 如果上水给太阳能管子给它顶爆了 刚刚开了水 现在观察了一下 这个阀心这个地方不漏水了啊 证明这个阀就修好了 然后呢 我们现在就给这个阀重新给它装回去 原来这个东西都没有了 给它拧上去 它这个东西生锈了 拧的时候还不好拧 很难对头施牙 有这个 不过还不错啊 经过不太努力 这个东西还终于拧上去了 上面那个阀要不要盖着呢 好 现在这个东西拧上去了 然后给它稍微拧紧一点就行了 不要拧太紧 然后这个装饰盖呢 也是直接被套进去的 好 然后下一步呢 我们给这个调节阀 给它装进去 然后还有一个小螺丝 我们给它拧到 调节柱上 这个小螺丝也有点生锈了 但是还好还能使用 我们先给它 手给它拧上去 然后再用小螺丝刀 给这个估计螺丝 稍微给它拧紧一点 就可以了啊 今天用起还不错 这个阀终于修好了 我还以为白跑了 哎呀 今天用起爆棚啊 好嘞 最后我们给这个装饰盖 再给它盖上去 这个太阳能上水阀 漏水就修好了啊 感谢大家的耐心观看啊 有哪里不足 请多多指点 感谢观看 拜拜拜拜 拜拜